好,那麼 視訊它也可以拿來當作 這個操控遊戲的方式,那我們用感應區 來作為操控的方式也是可以的,首先我們先增加兩個感應區 這個 放在左邊 然後再增加一個 這個放在右邊 放在左邊跟右邊 那我們加一個角色,讓它可以移動 好,這個角色,如果你要,我們是利用感應區的方式,所以我們把程式寫在感應區上面 把程式 可能會,因為我們要控制這個角色移動 所以我們把程式都要寫在這個感應區上面,所以一開始 我們就偵測 他的視訊 所以一開始當然視訊要開了 視訊要開,然後就去偵測 有沒有碰到它,有沒有碰到它呢,是在 動作 在這個角色上面 所以如果 這個數字 大於 30 如果大於30 表示這個角色上面有電動量 就這樣 記得重複偵測喔 那我就廣播移動 廣播左移 運用廣播 廣播向左移動 好 好 把他堆起來 同樣的積木,我放到右邊 複製一份到右邊 視訊不用重複開了 然後 因為他如果 碰到右邊這個,我就要讓他 廣播向右移動 好 然後主角呢,主角在接收到 左邊的時候,他就往左邊走 接收到右邊的時候呢,就往右邊走 好 好,所以他的移動的部分 往左邊走,就可以面向左邊了 那我 用X的移動方式也可以 好 往左邊走 往右邊走 X是正的 這樣子 那所以碰到這邊的時候,他會廣播那個 往左邊的訊號 那主角接收到往左邊的訊號,就會 就會往左邊走勢 好,我們來試一下 好,現在我後面都沒有碰到他 好,碰到左邊 有沒有 碰到右邊 碰到左邊 碰到右邊 好,那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來控制角色的移動 所以你可以再做一個發射 發射在上面 碰到發射 他就可以發射子彈出去 就可以做那個 小蜜蜂遊戲 這是感應區的應用 那當然他也可以做 比如說 這個視訊 鋼琴 你就是做好感應區 那 比如說 左邊這個球,如果他 這個是 Dol的按鍵,這個是Ray的按鍵 你就給他加個音效而已 就這麼簡單 這是Dol 這是Ray 好,我們再試一下喔 他就是一個四曲音樂器 如果覺得不夠靈敏 如果覺得不夠靈敏 數字調一下 15 所以今天可以換成鼓聲啊 好,說明到這邊 好,說明到這邊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